现在是11月份多伦多 已经开始下雪了 地上也马上就要冻起来了 秋天是折腾的季节之一 今天对着这个枯枝说几句 这是什么呢 这是铁线连 这可不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大花铁线连 这是小花铁线连 它的名字叫Tangu Tika 对于大多数或者是常见的大花铁线连 移栽时间专家建议是春天不是秋天 秋天的话会对它有很大影响 它恢复扑过来 秋天不合适 最好是春天 但是我这个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折腾一下 顺便给大家看看 它的根是什么样子的 种下去的时候 这已经挖出来了 这个完全挖出来了 种下去的时候 这个是在土表面 底下都可以认为是它的根 不一样吧 你要是见过铁线连 普通铁线连的根 看起来不一样 普通铁线连根 看上去跟面条似的 以前我做过视频 这个根呢 就完全不一样 有点像灌木 说到普通的铁线连 我们再介绍一下 正好也挖了一颗 这是一个有名的品种 叫Hello Car 特点就是开花多 花期相对较长 但是小缺点呢 就是花小 小花 种在这个位置 也很多年了 今天把它挖出来 看看根长得不错 看看它的主干 主干 靠近地面的老枝 你看老枝贴近地面的部分 也长根了 看见没 所以羊铁线连 稍微稍微大一点 你到秋天 任何时间 实际上是任何时间 你把它的枝测过来 放到地面 拿块石刀压上 或者盖点土 压上 它就有可能分支 你看这 这也长根了 地下 都有根 这样的话 确保它在出现枯萎病的时候 当然这个品种 从来没出现过枯萎病 这个抗病性很强 但是有些品种啊 它出现枯萎病的时候 你就会有多个copy 多份拷贝 不至于整株死亡 根系挺大的哈 可能也就挖出来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剩下小根断了就断了 不错 挺好 再强调一遍 秋天可不是最佳的 移栽铁线连的时间 春天才是土壤化动以后 你在折腾 那个时候它的活力强 它恢复很快 秋天移栽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死亡 小细须根全都拔断了 没什么细须根啊 你发现没有 我挖出来还觉得挺惊讶的 你看就这一点 因为它吸收水分 营养都是靠细的须根 看看 这种粗根还能活吗 这个今天夏天 Tanguotica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的铁线连 有个特点就是疯狂 长得特别大 这个藤本特别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秋天 或者是八九月份开始开花 能开到十月份 秋天开的小黄花很多 这挖的时候也挺容易 和普通的铁线连不一样 普通铁线的须根挖的 你可能要切断很多 这个基本一蹬顺藤摸瓜 把它剩下的摸出来 蹬出来就完了 也许是顺藤摸瓜的时候 把须根全都蹬断了 不知道 另外一个发现铁线连是比较 有一定的耐旱性 或者说它怕积水 怕凹 怕太湿 太湿的话 它在这种粗根 像这种粗根就容易凹烂 所以相对干燥 或者是扎根以后 对水的需求并不高 这个挖出来 相片人参 挖出来先把它放到盘子里头 盖上土 明年春天再找新的地方 新架 给它定植 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它这种 光秃秃的根 真的没什么太多把握 但是它这个品种啊 生长极为旺盛 可以 它虽然长得很大 可以很减 年年可以很减 有一点细的虚根 就是希望 冬天 哦对 对了 对了 这个相对其他的体系练 它耐寒性也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冬天 给它过冬 特别是把它挖出来过冬啊 需要好好保护一下 比如说冷藏室啊 车库啊 什么的 地灾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每年都可以从地面长 长起来 能长个三四米四五米 非常的狂 非常的疯 如果想种这个类型的 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 好了 铁线连赏根 秋天赏根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